女孩发现油画里的船和海水在动 下一秒海水就从画里喷涌了出 黄毛冲上前想把油画拿下来 可是水流实在太大 油画直接掉落在地板上 海水几秒的时间就将整个房间淹没 三人在漂浮的家具中不断挣扎 等他们浮出水面时 三人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 一艘巨大的海船朝他们驶来 正是油画里的那一艘船 船上的人立即将三人救上船 而这艘船来自于神奇的奈尼亚王国 船上不仅有带配件的鼠骑士 还有在船上工作的黑牛水手 国王这次出海的目的是寻找七勋爵 这天他们来到了一个海边城市 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可等几人走进一间教堂 从屋顶突然下来几个武士 立即同国王和男孩他们缠斗在一起 可黄毛被领头的挟持 几人只好放下武器 没想到这些人是奴隶主 就在他们在广场被拍卖时 国王的手下潜伏在周围 一起动手救下了国王等人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发现海面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海面出现一团绿色雾气 将海面上的渔民笼罩 等雾气消散时 渔民已经消失不见 男孩发现水池里有个惊人 他赶紧拿来一根树枝打捞 可树枝碰水后竟变成了金子 金树枝变得沉重 直接掉进了水里 三人面面相去时 男孩拿起一个海螺放进水池 海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黄金螺 男孩被这奇妙的变化惊呆了 他的眼里满是贪婪 为了独占这神奇的池水 男孩同国王发生了争吵 就在两人剑拔弩张时 还好女孩拦住了他们 男孩这才清醒过来 原来池底有股诡异的氯气 影响了两人的心智 他们赶紧离开了这个诡异的地方 可黄毛也遇见了诡异的事情 他发现山谷里堆满了黄金 黄金耀眼的光芒 差点闪下了他的眼睛 他拿起黄金盆赶紧装黄金 随后黄毛发现了一个黄金手镯 他摘下后随手就戴在了手上 就在黄毛忙着剪黄金时 一股绿色的雾气从黄金中蔓延开来 而男孩和国王发现黄毛不见了 等他们听见动静赶来 只发现了被烧毁的衣服和随身物品 就在一天前 男孩和国王发现了海面的诡异氯气 于是他们一路追踪氯气的来源 这天晚上他们在小岛上安营休息时 巨大的脚印突然出现 女孩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带走 他们以同伴性命威胁 让女孩进入一扇隐形门 帮助他们解除隐形的咒语 等女孩走进大门后 发现这里是一座古堡 而且中央放着一本奇怪的书 等女孩念起书本上的显形咒语 古堡里出现了一个男人 原来他就是古堡主人 古堡主人带着女孩走出城堡 发现男孩跟国王正在和隐形怪物战斗 咒语的解除让他们显心 原来他们是一群独角怪人 古堡主人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 他把大家带到古堡 告诉男孩等人绿色雾气来自于恶魔岛 必须集齐七把宝剑才能破除氯气 于是男孩等人又踏上了寻找宝剑的路头 可就在他们在火山岛寻找不及时 遇到了黄金池和黄金谷的事情 这才发现黄毛已经遇害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一头黄金龙朝海船飞了过来 一只黄金龙停在了围杆上 船长下令朝黄金龙射击 黄金龙吃痛急忙飞走 可男孩等人正好还没上船 黄金龙抓住机会用爪子将男孩抱住 然后将他带到了空中 直到男孩在空中看见 黄金龙用火焰在地上写下的自己 他这才发现黄金龙是黄毛 原来黄金手镯把他变成了巨龙 可暂时还没有解除咒语的方法 黄金龙只能充当属骑士的坐骑 而且黄金龙用尾巴拉动海船 很快就到达了古堡主人所说的小岛 他们将收集的六把宝剑放在桌子上 天空立即出现一颗蓝色星星 星星从天空落下变成一个白发女孩 女孩告诉男孩对面就是恶魔岛 他们还差一把宝剑就能解决氯气 而且最后一把宝剑的位置就在恶魔岛的方向 国王立即下令往恶魔岛的方向驶去 海船刚进入恶魔岛范围就被雾气笼到 绿色雾气向众人靠近 变成了女人的模样诱惑众人 幸好大家抵挡住了诱惑 随后他们发现了最后一把宝剑 黄金龙立即上前抓住了老人 把他送到了海船上 可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海妖出现了 他向海船发动了攻击 黄金龙立即上前跟他战斗在一起 可黄金龙不是海妖的对手 老人突然发疯般把宝剑扔向黄金龙 黄金龙受伤逃离了这里 他从空中掉落在海滩上 一只威严的雄狮出现在黄金龙面前 在雄狮的事后下 黄金龙退去了龙身变回了黄毛的样子 黄毛这才发现了自己使命 他拿着最后一把宝剑赶到了桌子面前 把宝剑放在了桌子上 只见一道蓝光冲天而起 而南海手中的宝剑也发出蓝色的光芒 他对着海妖大喊并挑衅她 就在海妖张嘴咬向南海时 南海一剑刺入她的嘴中 就这样海妖直接领了河帆 原来它是绿雾月念的结合体 而雾气幻化而成的泥妖也随之消散 被雾气带走的渔民们也都回来了 随后海面上出现了一大片花朵 南海等人划着小船前往陆地 他们遇见了那只雄狮 雄狮感谢他们保护了奈尼亚 只见他打开了一个通道 三人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们回到了初始的房间 一切好像从没发生一样 影片也到此结束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